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2011集 于奶奶觉得 有些人能做到杀伐果断 这是天赋 也是人生经历的影响 比如夏小兰 18岁就敢带着离婚的刘芬进城打拼 于奶奶很欣赏她 是的 排在疼爱之前的是欣赏 但蒂娜如果成不了夏小兰第二 其实也不该被苛责 不同的人 不同的成长经历 不能把夏小兰的性格脾气都复制给蒂娜 于奶奶要接受这个孙女 必须要接受她的单纯天真 尽管这并不是于奶奶所推崇的性格 她认为女孩子就应该坚强点 不该太依靠别人 因为从她个人的人生经历来看 永远难以预测生活的变故会在何时降临 不坚强点 怎么撑得过去人生的低谷呢 是的 没嫁人前可以靠父兄庇护 出嫁后可以靠丈夫 年长后可以靠子女 那假如这些人都无力庇护 又该怎么办呢 所以啊 单纯天真有什么用呢 就像善良一样的确是一种美好的品质 却是一种费很大力气去呵护的东西 生老病死 各种变故 谁知道生活会怎么对待一个善良的人 指望着别人来呵护这些品质 不如指望自己 这一点于奶奶自己倒是做到了 过得再糟糕 她都有信念坚持下去 但能做到这一点 也是她人到中年 经历过很多事才变成这样 十八岁的于家大小姐于叔是办不到的 那 蒂娜也办不到 不是很正常吗 于奶奶不仅是心软了 她还看开了 她当然是恨张家栋的 恨不得将那贼子错骨扬灰 但每个人活在世上 都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 张家栋对她和徐忠义 徐常乐来说是坏人 在蒂娜面前 又似乎真是个慈父 起码在眼下 不仅是蒂娜茫然无措 失声痛哭 连于奶奶都被搞糊涂了 人都死了 不能对质 没有人搞得懂张家栋的想法 这人如果后来知道了 蒂娜不是她女儿 为何仍然要对蒂娜好 夏小兰悄悄退出了兵房 给于奶奶和蒂娜 留下独处的空间 或许是看着她出生 抚养她长大 清除了心血去呵护 等到发现不是自己亲生女儿时 付出的感情 已经收不回来了 血缘很重要 血缘又不那么重要 那些抱错了孩子 抚养长大的 找到亲生孩子 也舍不得和抱错的孩子分开 被领养的孩子成年后得知真相 也有大部分会更亲近养父母 排斥亲生父母 就算她自己 上辈子埋怨过表姨 为什么收养了她 又不好好对她 不能将她当亲生孩子养大 如果他们那样对她 她一定会将表姨和表姨父 当亲生父母孝顺 会比亲生女儿做得更好 她脑子还算聪明 会念书 却差点失学 靠着自己办公办读时 她的确是埋怨过 都养了十年了 只要再坚持最后几年 她就能回报表姨夫妻了呀 为什么要中途放弃呢 有那么几年 她很是憋着一口狠劲 要出人头地 让表姨夫妻后悔 后来真的想有成就了 给表姨在老家买了两套房 那口狠劲儿 莫名其妙就散了 她的确没什么资格 埋怨对方 愿意给她这个孤儿 一口饭吃 一个遮风避雨的屋檐 就不错了 难道真要人家 把她看得比亲生儿女更重要 世上可能有这样的 圣父圣母 表姨夫妻却不是 他们只是普通人 不能以最高的道德标准 去要求他们 却也绝对不算坏人 这件事 夏小兰上辈子就释怀了的 只是 蒂娜让她又想起了此事 夏小兰有一点迷茫 抬头看见刘芬在医院走廊里站着 那点迷茫 马上抛到了脑后 蒂娜纠结 她又不纠结 干嘛要被这些负面情绪影响啊 阿芬同志 永远都在她身边嘛 妈 唉 蒂娜醒了 醒了 云奶奶和她在里面说话呢 我就先退出了房间 让他们说吧 蒂娜这次啊 肯定吓坏了 猜了好多种情况 也没猜到威尔逊夫妇那么坏 经过这次的事啊 也不知道蒂娜 会不会和于大娘她们 更亲近一点 柳芬略有愁容 夏小兰挽着她胳膊笑 妈 人平安就是好的 这样的经历很糟糕 又未必不是好事 让云奶奶和徐叔他们 自己处理吧 那是自然 刘芬海是很后怕 不仅是蒂娜出示她后怕 更重要的是 夏小兰 就算她自私吧 没有谁是比她女儿更重要的 你毛老师他们问你 博物馆还要不要参观了 要啊 今天就去 参观完博物馆 您还想在美国玩吗 要是不想玩了 我也想回华国了 官司胜诉 消息传回国内 学校那边很高兴 不过系里给她批价 给她特殊待遇 不是让她在美国旅游的 和AAA约定好 有两本杂志一起 最终报道的 博物馆设计 还是要早点开始的 这天下午 夏小兰就和 毛康山温教授 以及麦卡锡教授 一起参观了 大都会博物馆 果然 馆藏艺术品什么的 都是浮云呢 三个人轮番 对着她来了一场 现场教学 这个过程中 毛康山和麦卡锡 较量的 不算特别厉害 也就你来我往的 过了几百招吧 惺惺相惜 不可能的 直到回国 这两人都是 相互看不顺眼的 麦卡锡对毛康山 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如果你感觉自己太老了 不能再继续教导她了 希望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不要耽误她 毛康山坐在飞机上 都还在生气 不断问宋大娘 我老了 我一顿还能吃两碗饭 我到八十岁 都还能给小兰上课 不 我要活到九十岁 她想熬死我 接收我的徒弟 做梦吧 夏小兰能说啥 老小孩啊 家有一老 真的像一宝 惹不起惹不起 只能高高供起来 还真别说 毛康山总觉得 麦卡锡等着抢徒弟 回国后 更加注意爱护身体 大友争取活到九十九岁 让麦卡锡的期盼 落空的尽头 夏小兰其实很感动 不管是她师傅 麦卡锡 还是温教授 感动 有这么多人 对她好 甚至嘴上 利益之上的基辛格 关键时刻 也没放弃她呀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